12月10日 黄金、乳香、墨药 他们看见那心 就大大的欢喜 进入房子 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 就俯伏拜那小孩子 揭开宝盒 拿黄金、乳香、墨药 为礼物献给他 马太福音二章十到十一节 神不用人手服侍 好像缺少什么 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五节 博士所送的礼物 不是为了要说明 或是满足任何需要 若是外国访客 随行带来的是皇室的护礼包 这对君王而言是个羞辱 这些礼物也不是贿赂 生命纪十章十七节说 神不受贿赂 那么这些礼物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他们如何能敬拜呢? 这些礼物是用来增强对基督自身的渴慕 大致上就和进食祷告的方式一样 当你向基督献上如此的礼物 这意味着说 我所追求的欢喜 第十节 并非希望能从你那里得到什么让我成为富有 我不是为了要得到你的东西而来到你面前 而是为了你自己 现在我要借着放弃这些东西来加强和表示这份渴慕 盼望能更加地享受你 而不是享受这些东西 把这些你并不需要 而我会享受的东西献给你 我更迫切地更真挚地说 你是我的珍宝 不是这些事物 我想这就是用黄金、乳香、墨药敬拜神的意义 愿神使用这段经文的真理 唤醒我们里面对基督自己的渴慕 愿我们从心里说 主耶稣 你是弥赛亚 以色列的君王 万国都将来到你的面前跪下 神翻转整个世界 为要看到你被敬拜 因此 无论我会遇到什么样的拦阻 我欢喜快乐地将权柄与尊贵归给你 我也要用我献上的礼物告诉你 唯有你能满足我的心 不是这些礼物 自伽的礼物